下面都應該有講過啦 就是你跑回圈的時候 那這個回圈裡面 需要顧慮到一個問題 能夠被三整除的 列喔 所以這個地方是I 但是I的值是 從2開始 所以你必須把 I怎麼樣 減掉1 那它能夠被三整除的 那你怎麼知道能夠被三整除 這邊特別注意喔 有一個運算 有一個運算值叫mode 這個mode什麼作用呢 就是求餘數 求餘數喔 比如說這個值mode3 如果等於0的話 那表示什麼 它的餘數是0 那意思就是什麼 能夠整除的意思 所以呢 我們只要在前面加一個if 後面加一個then 有沒有 if i-1 mode3 等於0 表示 它能夠整除 也就是如果是1 假設 我是第二例好了 2-1 1 它是1 mode3 餘多少 餘1 對 那餘1有沒有整除 沒有嘛 沒有就跳到else 所以這邊會有個else 然後end if 有沒有這個結構一定要先出來 那 else做什麼 跟剛剛一樣 就是把它sales 那個sales 輸出那個公式 那如果它整除的話 多做一件事 多做兩件事 第一個是 把它抵色 抵色喔 換成什麼 黃色的 第二個 把字型 字的顏色 換成 紅色 這個前面好像講過嘛 在那個 格式有沒有 字型格式裡面 所以特別注意喔 底色的話呢 就是sales的intro.color intro.color 等於什麼呢 黃色 那黃色的話就是RGB RGB 所以 你就記得啦 反正以後上顏色就RGB就對 黃色是什麼 如果你不知道也沒關係 常用裡面 黃色 其他色彩 黃色是 你可以先選一個黃色 這個是黃色 然後呢 再切到什麼 切到自定 就有答案了 R255 G255 B 0 所以是RGB 所以以後的話 你就給一個RGB RGB 刮虎 255 255 這豆點 豆點 0 就刮虎起來就OK了 好 那紅色的話呢 就是 255 0 好 那如果說我要改變它的 底色就intro color 字型的顏色就是Fone color 所以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來看一下 程式 基本上寫完的樣子 基本上我怎麼做的 1 把上面這個 把它複製 貼到下面 修改什麼 加上這個 三整除的 有沒有 並且在這個地方 打一個什麼 先打一個if 就像我剛剛講 打那個if 什麼呢 i-1 能夠整除 mod 3 空一個 等於0 就是整除的意思 能夠除以3 是整除的 then enter兩下 else enter兩下 然後呢 反正就把這一行 複製到這邊 跟複製到這邊 為什麼 因為 反正else就是反之 什麼就跟原來一樣 然後這一行刪掉 這邊記得 按tap鍵 因為它是後面的邏輯 後面要執行的東西 那只是差別在這邊 加上什麼 加上你的sales的底色 sales的底色怎麼加 sales 點 記得就是說 一般是這樣的 你就打一個sales i-0.j 可是你會發現點 這個時候點點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它加了瓜糊 所以我教各位一個技巧 移到前面 點 它會出來 你就打一個intro intro 有沒有 空一格 back鍵 點 color 這個時候 再把這個瓜糊 移到前面去 記得啊 這個瓜糊一定要有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瓜糊 表示全部的儲存格 它是一個複數 如果你家裡的瓜糊 就是哪一個儲存格